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从乌克兰战争爆发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制裁和孤立 对中俄两国正常的外交关系也是极尽猜测 污蔑和抹黑 中国并没有向俄罗斯出售赠送任何武器弹药和装备 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就不能在军事技术方面发展合作关系 近年来 随着中国军事工业 特别是国防电子工业和基础军用电子元器件的 信猛的发展 中方在中俄军事合作上已经不再是早年那样的单纯的技术受让方 中国已经能够拿出很多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来提供给俄方 支持俄方研制先进的武器装备 在这方面公开的消息并不多 但是中国企业生产的柴油机在俄罗斯海军装备中是有广泛的应用 俄方正在批量化制造的格尔士科夫海军元帅级护卫舰 用的就是中国动力 普京所关心的还不是这些基础装备 他更关心的是那些高精尖的东西 根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 普京明确的提出来 我们在高科技领域的合作是排在第一位的 我指的是外太空包括高轨道部队 我指的是现代化的武器 有前途的武器肯定会确保俄罗斯和中国的战略安全 看得出来 在将近两年的乌克兰战争中 俄罗斯方面已经充分的认识到了信息化的威力 特别是天机信息基础设施 对军队作战能力的重大影响 但是因为军用电子工业的衰退 以及航天先进制造能力的严重的不足 俄罗斯已经不能够为自己的空天群 提供足够的军用卫星服务了 即使是已经载轨运行多年的格罗拉斯导航系统 也因为俄方没有能力研制先进的导航接收机的芯片 而成了太空中的摆设 但是在中国 即使是商业卫星 也已经具备了非常强大的情报能力 中国的几个高分辨力的商业对地观测的星座 比俄罗斯的军用侦察卫星分辨力还要高 观测的时效性还要好 如果掌握在俄罗斯手中 必然能够发挥强大的战场情报能力 到目前为止 新闻报道还没有公开中方关于普京这样的要求 做出了些什么样的回应 但是这个充分地体现出 中国两国的战略合作 已经进入了非常实质性的阶段 俄罗斯既然提出 希望能够联合研制军用卫星 那就会将自己的一些有关情况 要提交给中方 比如说俄罗斯空天军的一些编制 部署 使用情报信息的方式 还有对于战略情报的一些需求 他都要向中方公开 这是军队的核心机密 由此也可以看出双方的信任程度 既然军用航天技术的合作都可以谈了 那么双方在其他一些战略领域的合作 那早已经是开了绿灯的 普京还表示 已经为中方提供了战略预警方面的支持 中俄在导弹预警方面的合作 可以说是一个能够相互保向 对方后备的一个有效的手段 俄罗斯可以为中国提供 北冰洋方向的战略预警 而中国可以为俄罗斯提供太平洋方向的战略预警 这样的互相帮助 不但能够大量的节省兵力兵器的部署和运行的费用 更重要的是能够增加好几分钟的宝贵的早期预警时间 比如说美国要是想用核导弹来袭击中国 那当导弹刚刚从北边洋的地平线上升起来的时候 俄罗斯就可以发向目标 并且向中方发出预警 如果靠中国自己的力量 那要等到弹头飞到俄罗斯上空以后 我们才能够发现才能看到 那如果美国想从太平洋方向发射潜射的弹道导弹 打击俄罗斯 那么中国也能够在弹头接近第一导弹的时候 就提前向俄罗斯发出预警 这种合作的价值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生死攸关的 至于在陆海空三军和信息化装备方面的其他的合作 想必也在讨论的话题当中 只要俄罗斯不是马上立刻把这些合作的成果用于乌克兰战场 那就没有违反中方的政策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也无法说三倒四 实际上俄罗斯军队目前在乌克兰战场上 已经逐步取得了优势 等到乌克兰完全失去了美国的军事援助 俄军也就不需要再从其他的国家进口什么武器装备了 这场战争很快就会迎来终局 中国双方的军事合作更多的是瞄准未来 因此中俄正式合作的实质化的程度 可能已经远远超过了很多人的想象 好这句话题我就说到这里